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战争期间 由于长期的奔波劳累 食物的缺乏和营养不良 导致刘哲基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 有个肺 没有一个白地方了 都是乌昏昏的 黑黑黑的 其中还有个小洞 血管随时破随时吐血 没有希望了 非死不可了 刘哲基被送到治疗伤病的野战医院 他住在太平间旁边的草房里 等待着度过人生最后一个春节 我是中毒 没有在公园中的 晚上中场每天都抬着人出去 看着很好 但是晚上空气进不去 他又没有氧气就抬走了 我是被抬走之列 没有人可以活过来 那我也要自赏了 天老爷 你叫我死我不甘心啊 因为我还有家仇没有报 很多人欺负我们 斗争我们 在刘哲基彷徨无助之际 有一个妇女祈祷会给医院的病患者带来了一些书籍 讲先生的太太是宋美玲 她组的一个妇女祈祷会 她把圣经放在医院里面 放在医院里面要大家看 刘哲基发现 里面有一个故事很吸引她 看一个血漏病的女人 害了十二年的血漏病 在很多医生的手里 不但是没有好 反而更重了 这个妇女在拥挤的人群中 只因摸着了耶稣的衣裳碎子 血漏的源头就立刻止住了 耶稣说 你的信心救了你 走吧 耶稣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我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 两件事总统的牧师 去医院的传福音 他说你要认罪 我说我哪有罪啊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罪 一看圣经 罪的标准太高 我认罪了 我当初为什么害肺病呢 这个脾气有关系 这个人看起来很好 但是心里恨人了 信耶稣了 哎呀 赦免别人 你不赦免别人 就是害你自己 你老是你不得释放 刘哲基立刻悔改信耶稣 并接受了牧师为他施洗 你打开心嘛 认罪悔改 马上就不一样了 本来那个罪的压力很重 那两个完全改变了 至少你念头一点都没有了 睡眠也睡得很好 我的生命在他的手里边呢 我是喝是福 我都要跟随耶稣 刘哲基依然住在太平肩旁的重病房 每天依然面对人的生死存亡 但是在他心里有了一种平安和力量 喜乐的心就是两药 忧伤的灵是骨骨干 有病可以忍耐啊 心里有忧伤谁弄冲当 马上就不得了了 我们在军队里常常有人去检查身体 这个报告单给错了 我没有病 将我有病你给我报告 他马上就不得了 就瘫痪了 结果真的会死 吓得吓死了 我现在是新造的人 越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 我就仰望主 完全靠主 我每天度送中 太平间边上有很多佛教的 基督教的佛教念经 烧纸烧香 放炮 哎呀 一般的好恐怖 我都没有精于止水了 心里很平安 任何环境都不会影响中国 都很平安 刘哲基在重病房一住就是四年 在这四年里 他的身体也开始慢慢恢复 因为这个肺在这里 打气打得很饱 要这个鸿隔门上升 压熟你的肺 我打了一两年呢 压熟肺 慢慢的好一点 慢慢的好一点 最后出院的时候 是这个肺都比较亮了 恢复原来 我知道现在这个肺上还有个疤 我的肺医生经常给我检查 都没有问题 不但是没有问题 好得不得了 哪里想到 所以今天实力额点在我身上 要死的人今天这么健康 都好 你们大家都好 如今刘哲基已经九十高龄 他和妻子共有六个孩子 儿孙满堂 刘哲基当年在部队退役后 成为台湾的食品商人 至今他的企业在国内外都有发展 数算上帝的恩典 我们是天天数算上帝的恩典 上帝一路带领我们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但是我们每天 我们远离的主 什么都不能做 总而远离就是 基督是我们的一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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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